作曲 李佳琪 作词 李佳琪 今天提到大盛佛教的苦极灭道 那麼大聖佛教呢 不名思義 就是大部的車子 佛教的眼鏡 從原始佛教 部派佛教 大聖佛教 那麼原始佛教呢 因為他以自我得解脫為主 所以 有的人就稱他們是小聖佛教 但是他們超不喜歡 人家說他是小聖佛教 就好像小部車 腳踏車 好像被貶低的感覺 所以他們不能說我們是小聖佛教 要說我們是原始佛教 那大聖佛教當然就大咧咧咧 還怕你什麼 我就是大聖佛教 那接著呢 大聖佛教叫後期大聖佛教 就有密教傳來 那密教呢 因為在修行上 身口義三密加持 當然也是很殊勝 可是呢 就有一些文化上地緣上 然後產生 有的人就產生一些問題 所以他就在本土上 有人就對他有點意見 但如果大家就是秉持佛法的修行 都還是可以解脫的 那密教他說即生成佛 身體的生 也有人說生命的生 即生成佛就是從這個身體呢 就解脫了 其實不單是密教 任何宗派都可以 淨土禪宗天台華映都可以 所以你去淨土說代替往生 也是這個身體的生 那有人說代替 是那個善業還是惡業還是定業 那就說不準了 所以這個早期曾經有人在學術上 做各方面的比戰 那我們也恭逢其盛 但是我們要去打比戰 我都講這說法 法師呢就是弘揚政法 把政法告知給大眾 那邪的部分就順便提一下 因為眾生的習性 還有這個認識上的偏頗 所以就會有一些就拿一毛當令箭 或是交往過正 或是有自己看法 所以呢有人問問題呢 通常我們就問說出處何來 你是經典的哪一部 第幾頁 第幾頁 那常常有人說 我是電腦看的 我是網路看的 我電視看的 我哪裡看的 你沒有根本的根據 那都是道聽途說 包括有些這個著作內容 那時候也是個人的看法 參考 參考就好 那都要回歸到重點的 是要有經典的根據 所以呢提到呢 四帝呢苦即滅到 苦 這個 在佛學詞典有說三苦啦 八苦啦很多苦 八苦就 生老病死苦 求不得 願真慧愛別離 無因至聖 生老病死 生大家經過了 老了 還沒什麼感覺 還沒什麼感覺 病啊小感冒 拉拉肚子 啊死呢 哇還是有點距離 啊可是呢 這個 有一個大德說 看看他能死 欸 想想輪到我 你不是看人家死啊 管他死 找死 玩死 可是 可是有機會 就來到這邊了 那現在的人呢 很少說死了 都說去世 說往生 所以往生呢 就是從這個生命結束 有另外一個地方 生 那重點是 你要去哪裡生 所以才有修行的必要 如果沒有修行 信我得永生 然後怎樣怎樣 另外有人在他們的宗教上 怎麼說 是嗎 所以 個個有希望 人人沒把握 得永生 上天堂 誰去了呢 不曉得 那我們佛教講輪迴 輪迴 它不是佛教的定律 欸 像我們走 白天晚上 明天也是白天晚上 這就叫輪迴啊 對不對 一天過一天就輪迴 世紀的變化也是輪迴 所以並不是說 哎呀你們佛教就講輪迴 一天天過 一年一天過 就是輪迴啊 一代一代的交接 也是輪迴啊 所以 並不是單單是佛教的一個概念 那麼說到修行 我們 其實佛法不離世間法 從生活上 從習氣上 你都必須要做一些 減別 那生活習氣要放鬆 放過放下 因為怎樣 很苦啊 八萬四千的眾生 有八萬之間的煩惱 所以才有一個人叫 名字叫什麼 寇不住 許不了 那他 你看他雖遠一人眼 但是他真的是有很多痛苦 他有他的病苦 還有種種 在知見上 沒有很 很正確 所以 在財產上 在感情上 在人我之間的對待 有他的煩惱 那生活習氣 要放鬆 要放過 要放下 因為苦嘛 你把這個 苦緊緊抱著 那真的是很難受 曾經有人說 我們學佛 那要學如何放下 那我就跟他說 如果沒有拿起來 就不用放下 你不用緊緊的 咬著抱著 好的東西 當然是要咬著抱著 第二項 修行啊 三知識 要跟緊抱緊咬緊 有一句話說 夜夜抱佛眠 朝朝還共取 他不是叫你 真是抱他 而是 你要把這個 修行法門怎樣 沒有鬆懈 這個身心內外一致 不是說一套 做一套 所以有人說 要修行到什麼法門 說太多了 做不到 說太深了 聽不懂 所以要說到 要能做到 那才算數 有人背很多名詞 說了很多什麼的 但沒有一樣做得到 最基本的學佛行儀 待人處事 做生意 還有上班 人我之間的對待 都做不到 就是態度了 那就是佛法跟生活上脫離 那態度呢 要待己 待人 待心 我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態度 生活的習性要放鬆 要放過 要放下 怎樣放鬆 我們都是太緊繃了 有一個人 他說 很累 我說誰不累 很忙 誰不忙 誰不忙 這時代哪有不忙的人 大家都忙 但是你忙了一段時間 比如說我們每天 每一節上課 有休息五分鐘 十分鐘 這就是要放鬆 轉折心態 還有鬆弛你的筋骨 這是有必要的 你這個通通是保持這樣的姿勢 是很累 我建議他們 要上洗手間 都要投降的手 手舉起來投降 那結果他們 我去佛學院教書 他們說 哇這樣好舒服 我們都這樣子 但你手舉起來 哇好舒服 那這邊呢 跟大家分享 就一笑解千仇 我們都好久沒笑 你看那個貓都會照鏡子 鏡子裡面是獅子還是貓 所以有人照鏡子 裡外不是人 那也管他 其實戒律 生活的規約 就好像鏡子 剛剛講生活 檢討你自己 這裡沒有擦乾淨 這裡怎樣怎樣 早上有一個師姐說 師父你看他 有個觀音志 他那個人 被人家說他有觀音志 他說沒有啦 長偏了 我說對呀 聊勝於無啊 印度人都自己點 對不對 印度人自己點一個紅紅的 那這個就是 他代表一個正 正中間的正 代表一個喜氣 代表一個善好的 所以他們這個有字在這邊 都說是好字 其實未必 男生呢 因為古代就是重男輕 男生這個是好 女生不是好 其實挺挺就好 心情好比較重要 所以一笑解千仇 很多事情 他就之前有那個 兩個藝人 意見不合 他就說 你知道他怎麼對待我嗎 那對方說 我能對待你怎麼樣 他說 你問過我媽嗎 他說 哎呀 那哪是問候 有時候口頭禪啊 怎樣怎樣 對啊 因為你朋友好的時候 就彼此有那個口頭禪 但是彼此不舒服的時候 哪一句話就怎樣 得罪對方 但是 如果你也把他一笑置之啊 那就算了 如果你不願意 那就一句話可以怎樣 對堂公佈啊 我可以告你 你可以告我 對不對 反正我們有律師嘛 但是有沒有意義 很多事情要看有沒有意義 在笑除百憂 我們說苦惱 苦機滅倒 很多苦 講也講不清 曾經有一個人 來跟我私下約時間 因為我做心理諮商的 他就講了三遍他的苦惱 我說那我們來分析 還有看什麼辦法 把你這些問題做個解決 他說沒有沒有 我還沒有講 這樣子啊 我看他明明講三遍同樣的問題 沒有沒有 他再講第四遍 那還是一樣的問題 結果他不是要來解決問題 他是要享受人家對他的關懷 就是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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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卵 但是這樣解決不了 彼此浪費青春啊 對不對 我還是給他建議 你那個問題 如果還有延伸 什麼問題 我們再來處理 那現在針對你所講的 我們現在處理 所以我不可能在你這邊花一個鐘頭兩個鐘頭 我聽你一直怎樣 輪迴那個故事 三孝健康長寿 長寿熱濃濃 熱悠悠 也可以 濃濃也好 所以有一種團體 他們見面就笑 什麼也可以笑 還有手勢 那他真笑還假笑 從假笑開始 然後就真笑 那因為笑可以感染 笑可以增加我們的肺活量 還有呢 從我們潛意識當中釋放我們的痛苦反憂 所以有必要笑 所以你的做那個櫃台的啦 或是做業務的 一定要笑 頭要軟 這個頭要點啦 腰要軟 腳要勤 嘴巴一定要笑 不然誰跟你做生意 那這個呢 當然就是從外在的 可能能以我之間的對待當中 去做一些開始 然後慢慢你可以真心的對待 也許說我做不來 但是你知道演員啊 你叫他演好人他就好人 你叫他演壞人就好 為什麼 為了生殘啊 那我們人與人之間 當然不要說到為了生殘 可是人家有欠你嘛 人家有得罪你嘛 沒有嘛 那你何必把你的群訓去感染你的團體 感染你那個聽 感染一家人 對不對 前幾天有一個人就在路上堵住我 然後我就說他有點煩惱 甚至他要去自殺 那我就因為他曾經我們跟他做過關懷 然後他跟上司有點那個問題 我就跟他建議 好 我們不是在誦經回向嗎 你寫上去 回向給他的長官開佛智慧 他在三個禮拜之後 真的有效耶 他長官對他比較好 那就好啦 其實你個人也有轉折 你透過誦經之後 這個恩怨情仇就不會繃那麼緊 會鬆一點 到了第四周 他來說 我跟那個長官啊 天啊 我巫薩真厲害 把他調走了 哇 皆大歡喜 你看 他真的信心的充滿 欸 學活非常的有發心 那 他後來有提到說 欸 可是我最近怎樣怎樣 我就問他兩件事情 你的三餐吃得還好嗎 三餐很隨便吃 因為上班嘛 工作又忙 時間又長 薪水又少 所以現在人發言嘛 錢多事少 離家近 他都相反 但為了三餐 還是去上班 所以三餐就隨便 那你有沒有便秘啊 我說你這兩個事情解決了 我們再來處理 因為你的身心沒有處理好 他會影響你的情緒 影響你的健康 所以生活在充滿感恩與滿足的世界中 每天大死的活著 那你 那你剛剛講的跟長官啊 跟同事啊 跟鄰居啊 跟誰誰誰 有些不愉悅的事情 要放下 我們說 我們說君子無隔夜之仇啊 那你跟誰有仇啊 有仇報仇嗎 有冤報冤 那無冤無仇 那你跟自己過不去 那你會說 有啦 跟多少都跟誰 沒關係 你照鏡子 罵那個鏡子 你沒那個 想像是誰 因為有人曾經說 我們都還有情緒啊 我說對啊 如果你沒有情緒 就是這一尊啊 所以你們坐在那邊的 就是因為有情緒 所以坐那邊 沒情緒坐這邊 但是我們不能說 叫你情緒沒有出口 可以 三分鐘 兩分鐘 有一個小朋友 從小特愛哭 沒吃到的哭 吃得太飽也哭 要去上學也哭 反正哭神來著 投胎 有一次他媽給他搞煩了 好啦好啦 要再哭了 等一下要去上學了 你看啊 那長長的針啊 現在在十啊 你到十二的時候 要去上學 所以你到十一就要停了 要去洗臉 他就哭哭哭 哭到真的十一 到了五十五分 他真的停了 因為跟他講時間 他就停了 去洗臉 去上廁所 所以他以後都跟他約字 哭五分鐘 那我們有情緒嘛 喜怒哀樂 你可以自己三分鐘五分鐘 但是有時候職場上 有時候長輩或是長官 你不好在他面前發穴 你找地方 你找地方發穴 你不要在他面前哭了 也不大可能 那如果在家裡 你要宣洩 找枕頭 枕頭 垂下去 手也不會受傷 有時候你看演戲啊 男生就垂那個牆壁 結果受傷了 流血了 等一下這個骨頭斷了也麻煩 對不對 你再找枕頭解決一下 那如果你有練氣功 你就找西瓜一劈下去 就省了找菜刀 也很好用 所以我們不會說 哎呀放下 所以你不要有生氣 你不要怎樣怎樣 兩三分鐘 那當然我們在做心理輔導的時候 就叫你離開現場 或是轉念 因為有人說叫我離開現場 那我就上班了 我如果離開現場 我老闆就說 你明天不用來了 那就更糟糕了 問題沒解決 反而沒工作 所以你要轉念 深呼吸三下 以前我們上台演講 老實說深呼吸三下 一樣生氣也可以 太高興也可以 因為你太高興就笑 人家也許沒有心情看你笑 對不對 深呼吸三下 然後能夠離開現場 離開現場 你不用 離開辦公室 然後去逛街 你可以去洗手間 擦水間 調整一下情緒 然後再出現 那重要的要有感恩跟滿足的世界 我們佛門中呢 要講感恩 師長恩 父母恩 還有誰 中間 哎 哇 你們太棒了 還有一個國家恩 所以要有懷有感恩 人家不是欠你的 也不是應該的 所以有兩個 他們本來一起來學活 然後可能住得近 一起來 然後一起回 然後哎 你要不要買泡麵 你要不要買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就團購了 那有一次啊 他們不知道買什麼東西 哎 東西拿去啊 還有找錢 結果呢 東西接了過去 錢掉在地上 對方說 你是怎麼了啊 給我買的不高興啊 幫我買不高興啊 錢丟地上去啊 他說 沒有啦 就這樣拿去 然後你東西接著 我就沒注意 手滑了 所以錢掉地上 我看 就不舒服嘛 他可能也前面情緒 或是跟這個人累積的情緒 就生氣 不相往來了 也沒電話 也不去 不一起去 聽課也不去 一天 兩天 三天 終於到了 一個禮拜 打電話來跟師父講 師父 其實那個事有很嚴重嗎 就一個年前掉地上 他就不跟我講話 就說我 給他丟地上 我買錢買萬的 幫他買那麼 從來沒說個 當然說有謝謝 那我 也沒說 沒找他錢 或是少他什麼東西 少東西 少西的 沒有啊 就這樣錢掉地上 就這樣恨我 氣我 罵我 好 講那麼多 那你還氣嗎 你還罵嗎 沒話說 你還想他嗎 那你打給他 那他如果不接呢 我不是沒面子 對不對 面子 面子值多少 要面子嗎 廁所很多 我 執著那些沒有意義的 你打給他 他沒接再說嘛 換師父去說呢 好了 他就打過去 喂 喂 幹什麼 那件事情 哎呀 我們怎麼弄到這樣 就是嘛 怎麼弄到現在 氣死了 七天 我每天都睡不著 兩個人就在那邊對罵 其實就很高興對方打來 你看你們講什麼講啊 對不對 講講 七天 無聊 被師父罵 當然師父不是說 罵的大小聲 而說你看 你們在搞什麼 如果這個七天當中 一個走掉呢 啊 你不是一案終身 這麼好的朋友 幾十年了 就為了一個年前掉地上 然後斷交 然後不想往來 然後永遠沒有機會說對不起 那不是來冤枉嗎 齊天 一個念頭當中 一個壇子當中 有多少的 有的沒有的念頭 你就好會在這邊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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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勇敢的踏出那步會死啊 就是因為怎樣 哎 面子 我們把面子看得太重要 那所以你要學語言 就是要不要臉 你才學會 知道嗎 所以有一個人 英文不錯 他就說我就是不要臉 亂講 都是用中國的文化去講英文 然後人家會講一遍 正確標準的回答我 我就會了嘛 所以你太care 太小心了 就永遠不會 話說以前 我們在日本讀書要學第二個語言 那在日本是他們母語嘛 所以你要第一個語言 外國語言是英文 第二個外國語言你要學什麼 法文或德文 好我學法文 但是都沒用啊 我現在只記得 我的夢叫 你好 其他我都還 還老師 那又怎樣 每天還是很快樂 對不對 不要執著 你都會記得 都 有人還標榜他會 四國語 對方聽到我們這樣說 也是很高興啊 那當然我是對佛不上說 我只記得你其他的 往下 那人生呢就像講小話 不需要長 要有廣彩 所以一個人啊 容易生病 容易往生 不是他很會養生 而是他有熱觀的態度 很多事情轉念 然後他就很會養生 轉身就過了 不要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執著太久 剛剛講那個面子 就這樣搞了七天 那如果你一方先打電話給一方 如果他不要就算了嘛 我這種朋友你還嫌不好 那沒有比我更好 所以我到處講課做心理輔導 我都是真心的對待人家 剖心跟真心的對待人家 人家不要 那是他不釋貨 我也沒損失 我也沒業績壓力 每天非常的高興 像我也舉過 在別的班級舉過一個例子 以前我沒課的時候 我早上去運動 進走一下 那人家看 師傅也來運動 就好奇會看一下 那又不小心眼睛會對到 我就跟他點點頭 他也點點頭 那隔天呢 又看到了 那就比較面熟了 我就說早啊 啊早早早 師傅早 隔天呢 我說早啊早啊 早早早 師傅早 哎呀阿彌陀佛 是是是 隔天就換到自己主動 師傅阿彌陀佛早安 全串了 整串都他講了 你看吧 所以你要說你們要念佛 你們業障深重 你們怎麼看 你看吧 兩三天的見面禮 他就是被師傅阿彌陀佛早安 所以要給眾生機會 要給眾生時間 有一個年輕人他就去上班幾天 然後都被K了滿頭包 然後因為有時候啦 這個一個單位有單位的文化 還有他的點點滴滴 所以他可能啊 初次乍到 初次乍到不大熟 所以就 然後他有一個神伴 就跟他說 怎樣怎樣怎樣 他說哎呦 對嘛很多事也沒教 然後我弄不好還罵得要死 哎呀實在是想不幹下去了 他說去到哪裡都一樣 這個好像去爬山 你要順著山的事 高矮低 這樣去爬就會 不能就從山上摔下來 所以不用抱怨 我能講的我知道跟你講 你先聽 說謝謝 然後慢慢學習 不要以為說 你們這些老頭子 老老老女人懂什麼 都是那些老套的 就想壓死我 哼 那你這種心態的話 你收不到新的訊息 所以 看你怎樣對待人生 什麼 伊利諾大學的心理學的教授 他說發現對於幸福而言 人們感知世界的方式 比客觀環境最重要 就是你要有幸福感 有感恩的感 你沒有的話 你到處就是抱怨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也做老人 中年年輕人的一些心理諮商 你去了一個地方 你覺得第二個地方會好嗎 問好 不是有一條路嗎 你撿石頭 從這邊走到那邊 不能回頭 只能撿一顆 你認為最大的石頭 通常你撿到 嗯 那顆比較大 這個放下 又撿那顆 這個撿撿 又看到那個比較大 又放下 到最後是不是 你撿到最大的石頭 沒人知道 你通常往往認為 沒有到手的石頭比較大 結果不一定 人生有很多的不一定 你如果沒有知足感恩 你永遠就只剩下抱怨兩個字 陪伴你到中老 那我們講這個心理學 你都是負面心理學 這個不行 那個不好 所以你如果到了一個地方 你會說好 我們做的都不好 都給你做 那你做嘛 我不會做 我只會抱怨 所以我就顧人冤 顧人冤聽懂嗎 是別人顧人冤 還是我們自己顧人冤 所以要檢討 那佛教講慈悲 慈是給眾生快樂 悲是拔除眾生的痛苦 是溫柔美好的世界 所以為什麼我們只要求佛菩薩要慈悲 你為什麼不要求自己也能夠慈悲 學佛 學佛 就學了跟佛一樣 不是求佛 求 不是用求 你要跟他一樣 把佛菩薩的慈悲 copy在我們身上 那對於別人的要求 我們能夠做的就做 不能夠做的 做一些溝通跟妥協 尊重 是祥和歡樂的妙方 這個有一次 帶小孩去倒垃圾 告訴你 你不好好讀書 以後就跟這些收垃圾的一樣 收垃圾的得罪你 職業沒有高低 那 你以為 你自己所定的那個標準 就是很尊貴嗎 不一定 他不偷不搶 不做不對的事情 就是值得尊重的 那感恩剛剛有講 是幸福安樂的泉園 有一個年輕人 他因為北上工作 他本身家在南部 然後住在他姐姐家 姐姐也有姐夫 姐夫跟姐姐兩個都上班 好忙好累 但是回來說 這個姐姐就馬上 什麼什麼 煮飯那個衣服穿上 然後就趕快煮飯炒菜 然後那個姐夫呢 看報紙 看電視 老婆倒杯水來 什麼什麼 還在那邊 要這個要那個 有一天 他看不下去 他跟他姐姐講 你們兩個都有上班 為什麼他這麼翹二郎腿看報紙 你就已經很累了 還冒著汗在那邊煮飯煮菜的 你也太寵他了吧 他說 不知道 你姐夫說 我炒的菜特好吃 所以他姐夫就有得吃 知道嗎 所以要讚嘆 感恩 呵呵呵呵 好 所以 讚嘆是和他人 畫他的 畫寶 就 敢畫他人 或是跟他人 能夠和好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放過呢 那放過呢 就是把 他的功過 各有說法 但是他就這一句話 我覺得是可以跟大家共勉的 有人說他很壞 他特愛錢 他不愛他的女兒 這是個人功夫 就好像上帝說 就說那個女人怎樣怎樣怎樣 好啦 等我孫子長大 你等吧 對 通常有這些藉口的人 他不情緒化 所以有一次呢 魚跟烏龜的對話 有一條魚 嗯烏龜 他們這樣 海裡面碰到嗎 為什麼 你碰到事情就躲 嘿 縮在這個烏龜殼裡面 好 你這烏龜就很慢嘛 慢悠悠的深層 是說 別人的評論重要嗎 那我是逃避 那時是求一個平靜的環境 他就說 那你被罵也不在乎嗎 嘿 烏龜看魚一眼 因為他要看他也很慢 慢慢的轉過身來 這就是為什麼 活得比你久的原因 你太care人家講你什麼 好 所以我們做心理輔導之三 爸爸說我什麼 媽媽罵我什麼 我老師什麼 同學霸凌什麼 你太care了 所以呢 就忘掉自己要少 所以有人說 這個工作我不要 是因為誰叫我去的 這個科目我不想學 是誰叫 那你呢 其實都是你同意的 別人是給你建議 可以 那你覺得可以哦 對可以 所以你就去做了 那你現在是有不對盤的 或是那個效果不是你的欲行 你就起煩惱 然後不敢承擔 把責任的推給別人 那你是人嗎 有人罵男人 你是男人嗎 你有背榜 其實不管男人女人 你要面對你自己人生 你所做的任何的決策 都要自己去面對 不能說是誰說的啦 誰講的 那烏龜 那烏龜 舉這個例子的時候 烏龜說 他 躲在自己的烏龜殼 他自己有自己的方向 自己的決策 那魚因為他動作快 所以東西南北上下 這個是一個故事的形容 主要是要反過來 撿好 你不要太去在意別人家 是嗎 所以我常常 我們也會對人家說 你的成功失敗 不是絕對在 決定在別人的嘴巴 是你的努力以否 所以別人願意說的 就讓他去說 喜歡的人 你的人 你怎麼做都對的 對不對 不喜歡人 你再怎麼做 都是錯 都是故人願 世界上只有三種人 可以無視別人的批評 過得悠悠自在 那就是說 三種人 前面說是烏龜 還是魚 還是你自己自在 前面有提到 這個種種的 這些例子 還有賈博師 還有 我們提到那個故事 所以你如果很在意別人說的 而沒有自己的承擔 還有面對 還有自主能力 那你當然一天到晚就是看人家的意思 其實你看人家的意思是經過自己的思考同意 好 這個商業週刊 有一個 主持人 就是 國藝林小姐 她就 他們有時候要寫文章 你還是老樣子 你學了一輩子 你學了一輩子 到底有何不同 你還是老樣子 這一生你到底有沒有什麼要學的 那甚至說你這一生有什麼事要做的 你這一生有什麼目標 都是你要自己去決策的 而不是都沒有 然後怪環境 怪運氣 所以 富什麼 窮什麼 富燒香 窮怎樣 算命 有錢人 燒香 那我繼續賺大錢 賺大錢 賺更多的錢 窮算命 什麼時候才會出運 什麼才會好轉 當下 當下你的念頭一改變 統統改變 你當下不願意改變 你從台灣頭算到台灣尾 還是怎樣 還是哪條命 而且那個算命人說 他們來算命 不超過三個範圍 剛剛講 健康 還有什麼 事業 還有感情 這三種 沒有說 哎呀我要去幫助人家 沒有說 我錢這麼多 我怎樣幫助人家 沒有人問這個問題 所以說 我能如何賺更多的錢 然後我買房子 錢很多買 買東 西 南 北 有一次有人跟他講一個很好笑 他說我去算命 我要往哪一方去發展 他說從北 從南 從東南 從西南 從中部 我說都講完了 就你住北部 他只叫你不要在北部 其他都講完了 那你隨便去就隨便發了 那你還要算命嗎 放下 這個是 埃末的麻醉室 他也辦這個生前告別室 因為能走了再做告別室是一般人的手法 這個人比較調皮 他說我要做生前告別式 看你們包多少給我 當然是開玩笑 只是說等他不會說話的時候 那他們說什麼他也聽不到 所以就辦這個 那有的親友呢 就還有給19個親人 包括那天 每天搶在第一個就傳簡訊給他 祝福的叫給他這個搶頭香槍 因為他生病嘛 所以他有朋友每天都趕快傳簡訊 Line 然後還有一個很雞婆的斷雞 燉這個雞湯給他喝了 他搬到最佳心靈看護家 然後每次去看他的 會感傷哭了 最文不對題的叛臂講 曾經有一個女孩子跟我說過 他媽媽生病了 他不敢去看他媽媽 然後他其他兄弟前面就罵他不笑 他說我去看到媽媽那樣子 心很痛很不捨 我都會哭到都軟腿了 所以不敢去看是這樣 所以你就跟他們講 他們不知道你是這樣 因為媽媽最疼他 所以他每次去都哭了 真的沒辦法離開 那你怎麼回家 大家看這個怎麼哭成這樣子 所以他就沒敢去看他媽媽 然後他就後來有跟他們兄弟姐妹講 所以他們就亮去 因為知道媽媽是最疼他 他就不忍心去看媽媽那個容貌 這個是這個 這個傢伙的身权告別式 不還真有人在哭嗎 然後呢 在他面前裝得很堅強回去 卻哭了一塌糊塗 最假堅強 這個有報紙登出來 蠻好笑的 這個人大家知道了 這也是超有名超有錢的 乾脆就離婚了 這個是他兒子的名字 Mess 他說你愛不愛媽媽 他說我愛 可是媽媽如果老了會死掉 會到天上去 那你要怎麼愛我 就是好好的活下去 這個世間上 本來就有來就有去 不能說你一直待在這邊不早 那你如何去懷念那個人 如何把你們的愛延續下去 就是好好的活下去 曾經有一個女生 他先 他跟他先 一天到晚就吵架吵他 後來他先走了 突然什麼 猛暴行肝癌就走了 他就每天哭啊哭啊哭啊 說 我以前怎麼那麼愛跟他吵架 我早知道他們這麼早死 我就不要跟他吵架 他就走了 你再哭他也不回來 他哭了一兩個月 所以有人介紹他來找我 我說你現在還哭 對啊就是還哭啊 所以才來找師父啊 那他都哭會回來嗎 對啊 如果哭會回來我也陪你一起哭 比較不會無聊 已經怎樣回不來了 那你就要好好的活下去 做你該做的事情 而不是一直哭一直自責 剛剛講你有情緒 有鮮穴的出口 點到就好 不要弄著一個月兩個月 你要把自己哭瞎 哭到你自己死掉 那小孩子誰照顧 對不對 好 那這個余美人又說 可是 有一天 晚一 我開車比較快走了 那 他是說你啦 反過來說到兒子 那我也很傷心 那我怎麼繼續愛你 他就跟他媽媽說 他兒子跟媽媽說 你也要好好的活下去 那我們就約定 不管誰選手 對方都要好好的活下去 這就是溝通 這就是生命的教育 有人說 哎呀我不會跟小孩子講這個 哎呀我不會知道跟他們講這個什麼什麼生命教育 還有生死的這些對話 所以你可以舉例 這樣舉例 像我們去監獄做關懷 你一天到晚說 哎 要放下 要持戒 要般若 聽不到下去 那你就有舉例 有故事 然後 在他們的生活 還有他們的行為當中 做一些提示 他們會反省的 你一直罵他們業障深重 好這邊你要講的就是 擁有呢 不該是擁有的 擁有是一種失落 失去本來應該失去的 失去反而是一種生活 這很有產業耶 你不應該擁有的 那不如這早就丟掉了 所以以前古代人在戰爭的時候 一個 明導說 哎呀 積勒積勒 積勒就是積勒翅膀啊 然後他那個軍師馬上下令 收兵 那另外一個將軍 我們的元帥還沒說收兵 你這個軍師怎麼很收兵 他不是在講積勒積勒嗎 積勒又怎樣 積勒急勒 就積勒 食之無畏 氣之可惜啊 吃起來沒肉嘛 但是你丟掉樣更可惜 但是耗在這邊不是辦法 不如怎樣 收兵 所以人要果斷 乾脆 不要蘿莉爸說的 要不要 要不要 很煩 所以做事情 大事要聖謀 要計劃 小事要乾脆 要不要吃飯 吃 你肚子餓就吃 你肚子不餓就不要吃 就這麼乾脆 失去 本來應該失去的 失去反而是一種怎樣 收穫 怎樣 沒有那些剛剛講的 放下 拿起來 放下 拿起來 然後蘿莉爸說 對 所以人生本來就有失去跟獲得 那看你在抉擇當下的一個乾脆性 夢裡明明有六趣 醒來空空無大千 六趣就是六道輪迴 天人阿修羅畜生惡鬼地獄 等下上天堂 你還會下地獄 可是醒來什麼都沒有 那人生本來就是夢 做夢是夢 人生本來就是夢 所以還有一個故事 蘭柯一夢 就有一個太守 有一天天氣熱 靠著這個樹 打個睡睡著 那那個樹呢 樹底下有一個螞蟻洞 螞蟻洞越變越大 變成城牆 然後他自己呢 就騎著馬車了 就進去了 然後住個房子 然後娶個老婆 然後一個生的小孩 然後又當官 然後小孩又生小孩 然後他又病死了 然後一生就演完了 那醒來呢 我剛是做夢耶 靠著這棵樹 睡著了 所以叫南科一夢 人生也是一樣 那看你是醒來的早 還醒來的晚 如果不願意醒來 那也沒話說 所以佛陀的佛 這個字是覺悟的覺 他是先知先覺 各位我們來上課學 我是後知後覺 踏著他的腳步 甚至可以踏著他的肩膀 對不對 你踏著巨人的肩膀 你看得比巨人還高 不知不覺就過了一生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那麼修行 對善知識 那就要跟進了 那這個故事呢 是說 有一個台灣人 他去那邊 因為呢 還沒有斷交之前 我們有龍根啊 什麼的服務 這個先有空等一下再來看 那他就是 你要去面對他們的需要 當然是斷交有斷交後續的問題 好 那接著要跟大家說 一次也在演變 演變呢 就是無常的意思 我們看到佛學上講無常 哇 生命好無奈 但是演變是告訴我們 你要面對現實 你曾經18歲 28歲 38歲 現在是幾歲 14 14 18歲 你從你家來到這裡 就是空間的演變 剛剛講是時間的演變 還有思想的演變 沒有學活跟學活之後 沒有修行跟學活就演變 所以心弱改變 你的態度跟著改變 態度改變 你的習慣跟著改變 你的習慣改變 你的性格跟著改變 你的性格改變 你的人生跟著改變 所以要不要去算命 要不要改名字 所以我常常說 那個要改名字的 幫你改名字 他自己要改一個名字 看能不能不用靠改名字 賺錢 對不對 他還要靠幫人家改名字賺錢 那他不是也 不是很理想 如果他有個工作 或是有個技能 那就 不用靠這個改名字 所以 早期的名字都很抱歉 都是夢幼啊夢幼啊 什麼什麼的 那現在都還是有菜籤名 現在菜籤名是什麼 菜籤名是什麼 阿拉 對啦 還有什麼桶啊 什麼 什麼桶 很好笑 那 都一樣嘛 都是你的心態改變 跟著一直改變 欸 你好聽喔 你出去會不會被人家打 呵呵呵 好 所以你的心態一改變 剛剛講的 你心情 有情緒 但是呢 給幾分鐘 轉折 那一切都改變 你如果不願意轉折 你死耗在那邊 你死蹲在那邊 神神不會為你改變 別人也不會為你改變 甚至人家貼的標籤 你就是那個樣子 好 前面再加一個死字 好 那成功的態度呢 就是看你願不願意付出 願不願意學習 願不願意接受鞭策 欸 有道理的 那個 那個處罰啦 或是 給你工作 叫 那個 鼓勵 那 沒有道理的 叫磨練 所以你能不能接受生命的鞭策 我們都希望順盡啊 美好啊 升官啊 發財 那問題是 憑什麼給你 憑什麼給你 你要有福報有因緣 要有基因德啊 還有福報因緣 你沒有的話怎麼可能 人生的幽香 就像茶葉一樣 要那個很高溫的下去 才會讓 茶葉的怎樣 清香 生命也是經過一次一次的挫折 才會留下 人生的幽香 所以 你說我才不要喝茶 我都喝咖啡 一樣 咖啡也要八十度的 對不對 所以才有八十度 五息 都是要經過不斷的理念 你才會珍惜 你所擁有 你那個 通常很順的 就會揮霍 甚至不珍惜 甚至於 他把他的長輩 或是幫助他的人 當作提款機 那人家 把你當作提款機 反而沒有感謝你 那 那這個是不是有智慧的事情 大家可以做一個思考 好 那我們 先到這裡 就安排 那個打坐 這個是馬拉威跟我們斷交之後 那因為當初呢 有這個 農業方面的 幫助 斷交之後呢 但是農業的農耕隊呢 還有一些工作 還沒有 後續還沒有做 那 就只好向民間募款 斷交了誰給他錢 就向民間募款 繼續留下來 然後就給他們一些家序 鴨啦 雞啦 豬啦 讓他們養 慢慢的看到成果 之前呢 給他們這些 小雞啦 小鴨啦 小豬啦 他們就 殺來吃了 就進捕了 剛剛講 吃苦 吃苦就好像吃捕 他們就通通殺來吃 那個是要給他們養了之後 繁岩 然後有一些家序 所以 不能說 只光是 吃樹根啊 或吃一些雜糧 結果呢 他們一開始 彼此沒有信任 馬來威人 跟我們的農耕隊沒有信任 那 什麼謊話都講 這個小雞不小心跌倒啦 那個小鴨 怎樣 所以我們都把它放在肚子裡面了 然後 他們那個 艾滋病很嚴重 結果慢慢的建立 互信 互動 也感動 無常的 對他們怎樣 付出啊 教他們怎樣 耕種啊 播種啊 還有養這些家序啊 還有種花啊 什麼都 都交 所以他們慢慢也感動了 也知道永續的經營 所以這個雞也養下來了 鴨也養下來了 小豬也養下來了 拿那個農耕隊 還有衛生環境 都有注意了 然後慢慢的還 跟國際接軌辦教育 所以 你要不要改變自己 就看你 所以他們呢 看到我們這方面的 當作善知識 所以他們就趕快跟緊 好好的學習 台灣的這些方法 幫助他們脫離貧困 而不是只有等待這個救濟 那一開始他們就等待 誰來幫助他 誰來給他禮物 像非洲人 有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就等著人家送他衣服 鞋子啊 不是一貨櫃一貨櫃的這樣給嗎 所以他們的產業就沒辦法起來 因為世界各國了 給他們求鞋給他們衣服 然後呢 他們當地人就拿去賣 衣服賣一塊錢 鞋子賣兩塊錢 一塊兩塊就買得到了 你生產嗎 付不起那個工資啊 所以他們的產業都原地踏步 甚至他們的總統領導 你們不要再寄東西來了 拜託你們什麼什麼球鞋 什麼衣服 他們的西裝襯衫 兩塊三塊就有了 誰還去生產 汽車也是 十塊二十塊就有一個布車子 那他怎麼會開這個汽車工廠 也不開了 什麼產業都沒辦法 重金屬 輕工業 紡織業 通通沒有 所以他說 我們領受到世界各國的愛心 但是也讓我們一直在那邊 接送你們的住員 而我們都沒有辦法進 所以他們有一些人就說 不要再送我們東西了 所以當然啦 是我們這邊要提到的就是說 讓他們得到尊嚴 讓他們得到善之士的幫忙 他們有起來 農業啦 還有這個序幕 那其他的重工業 輕工業 他還能在努力當中 那這邊就是提到說 你願不願改變 你不願意改變 你就援地踏步 所以剛剛講到非洲的各國的 他們願意改變 所以他們不要再援助他了 那可能他需要的就是 他跟世界各國貸款 你們給他一點優惠 本來希臘那個國家 他們就外匯啦 外債太多都快要怎樣 垮了 那因為有些國家 給他們一些援助 那還有一些匯率少女優惠 所以他們已經慢慢的脫離 那就是你願意 你如果不願意 那就三好加一好 是不是 聽懂 所以成功是什麼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步驟 其實人會失敗 也沒有人害我們 只是可能我們的決策錯誤 可呢 我們哪些個那個那個銜接點 接錯了 有一個課程 那那個學員傳來給我說 師父我今天請假 因為我去賞花 那因為看到太露神了 忘記腳下的安全 所以腳扭到我今天請假 那是不是自己因為這樣 因這個而忘了那個 所以安全要第一 不管你做事情 不管你要修行 不管你要闖關 不管什麼都要小心 前不久我在樓上的課程 有跟人家分享 最近就是那個買賣房子詐騙 他們就是被詐騙了 所有的財產都被詐騙過 那法官呢 因為有證據嘛 你真的是買賣啊 但是對方做手腳啊 他就被所有的財產都被騙 那個大人人喔 他就一生的心血 那看到師父去啊 他就哭啊 因為他五月 六月二號 他通通強制執行 通通要搬走 那五月底我去看他 之前我去看他都會哭 那五月底他不哭了 接受 面對 學習 接受命義的鞭策 接受一些正確買賣的 一些觀念 因為人家跟他說 你東西都放我這邊啦 你們家做生意 人來人往 等一下東西不見 放我這邊 結果變成別人的財產 把這個剛剛跟大家講 都是要一次一次的 鍛鍊 當然 你能夠一次就醒過來是最好 可是 有時候啦 就必須一些經驗 那態度 精神 待人待己待心 這個 我有提到 就是說 你先要發願 或是要去幫助別人 有提到這個 剛好說 華音經的 我們說大聖菩薩 大聖的苦即滅到 苦 知道的 即 就是知道這個苦的集合 如何滅到那個 滅到這個苦 就要修到 當然 普賢菩薩的十大願 是各宗各派都很好用 因為 簡單易選 你不一定要說十到大願 你都要去圓滿 你選一個你很喜歡的 也可以 禮盡諸佛 你每一個眾生 都是佛來投台的 每一個眾生都是諸佛菩薩的化身 所以你學佛就是學的跟佛一樣 不是來求的 佛不是用求的 你要學 他們是怎麼成功 怎麼成為佛 而我們呢 為什麼還不能脫離眾生 甚至還在苦海裡怎樣遨遊 稱讚如來 就是對別人做對的事情要多肯定 不對的事情 你要有機會讓他怎樣修正 學會 廣修供養 這個 就是跟人家分享 有吃的 有專業的 你會的 就跟人家分享 那 懺悔與業障 就是說 我們碰到挫折 碰到失敗的時候 要檢討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去 企業團體去演講 你們佛教講懺悔 好像我們做錯了多少的事情 那這個用 現代的術語叫檢討 辦活動就策劃 執行 然後要這樣檢討 下一次要做得更好 所以檢討 隨喜功德 隨喜功德 對的事情 這個 他的方法 他的策略 好 我們就跟著 你省的就在那邊轉 轉圈圈 所以叫隨喜功德 請轉法文 就是說 我們會的 去跟人家分享 別人會的 我們不會的 我們要去請益 把這好的東西 大家不要在那邊 這個錯誤 嘗試 再來呢 請佛注釋 當然有說正法 相法 末法 那我們末法 時期 離佛羅已經兩千多年 可是你的心 有正法在 永遠都是正法 你還是必然會碰到 正法的三知識 請佛注釋就是說 希望有正法的三知識 代表佛來也沒關係 甚至於碰到 以前佛陀在教導我們那些方法 也能夠讓我們碰到 那你真的修行有神通的話 沒有時空的障礙 你還是可以到佛陀的地方 曾經有一個大德 他就打坐啊 然後呢 那不可思議 產生神諸通 他就到靈鞠山去聽佛說話 佛還在那邊 靈鞠山說話 時間 空間呢 是我們人類的範疇 你只要跳脫人類 那時間空間的範疇 就不一樣 天上有天上的時間空間 地獄有地獄的時間空間 人就是這樣的時間空間 常隨佛學 佛就是覺悟的眾生 我們是為覺悟的佛 所以呢 我們要發願 剛剛講勤轉 然後呢 對的事情 讓我們有解脫 讓我們有智慧的東西 要去學習 那麼第九個呢 橫順眾生啊 那有人說 那他做不對 我們還要順他嗎 很好 這個提問很好 橫順眾生 眾生喜歡吃鹹的 你給他吃鹹的 你給他吃鹹的 喜歡吃硬的 你給他吃硬的 答案是一定要對的 不是吃毒藥 你要吃毒藥 吃毒不行吧 吸毒那不行 拿了錢要去賭博那不行 所以這個橫順眾生呢 必須是做對的事情 你才橫順 不對的事情 絕對不能順 說我要孝順父母 我要孝順領袖 那你要看對 對的事情才去效忠 對的事情才去孝順 對的事情才去孝順 不能就於忠於孝 就是愚痴的眾生 那普皆迴向 普皆迴向就是說 也希望我得到好處 也希望所有人都得到好處 我得到這個佛法 覺悟的方法 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夠得到覺悟 那這樣子呢 普賢菩薩呢 他當然是我們講 悲至願行 悲就是觀世音菩薩 智就是智慧的智 就是文殊菩薩 願呢就是第一不空 事不成活的地藏菩薩 行就是實踐 就是普賢菩薩 所以在修行上 他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聖知識 那學活呢 該鬆的時候放鬆 該緊的時候要緊 那他帶 就是如何從這方面去哪捏 那帶入佳境 輕輕翠竹 盡視法身 玉玉黃花 無非波人 所以你在大環境 你看到的不是大環境而已 他也是法身的展現 那黃花翠竹 他們會花開花落 也是有一個因緣的安排 所以這個當中 不是無故發失 也是一個智慧的展現 所以呢 先跟大家分享這個苦極滅道 在修行上 這個道 我們說道心 應該要怎麼發 好 那 上一次的講義 有提到這個世帝 世帝呢 帝就是真理的意思 泛文 Sacchaya 那巴黎文 Sacchar 就是 審時不虛的意思 因為這種是 人生 乃至於修行 都是必然的 即使苦極滅道 四種正確無物的真理 地就是真理 四種真理 那 第二行後面呢 四地大體上 乃用佛教來解釋 宇宙的現象 十二元起的鬼難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個表 無明 中間 無明 第一個是無明 圓形 那個圓 就是因緣的圓 以前我們 要背的 無明言行 行言是明 行社民社 六路 促壽愛其勇 生老死 就這樣 那他這個當中就是一個圓 就是因為無明 所以我們來投胎受暴 所以這無明後面瓜無 貪嗔痴的煩惱 明就是智慧 無明就是沒有智慧 所以我們要透過智慧 來才有辦法解脫生死人為 十二英元就是生死輪迴的意思 那後面寫禍 禍就是迷惑 就是業障 那行 那瓜五是照作租業 他寫業 業就是有善業 惡業 無忌業 善業就是好的業 幫助人家 有五種 剛才講的 剛才講的 這個農耕隊 去分享 垃圾分類 不要讓來收垃圾 資源回收的人受贓 也是一種慈悲 那麼善業 二業就是不好的業 殺人 放火 詐騙 無忌 一個美好 沒壞 喝水 走路 這沒什麼好壞 這個貨業 苦 這邊標的有五種 勢 名色 六路 促壽 勢 就是你投胎的 這個業勢 那 你要來這邊投胎 在八四規矩上 有說 去後來先做主翁 去後就是你的第八四是 最後離開 那來投胎 是他先來投胎 這個是其他的宗教 民間性就叫靈魂 是叫靈魂 那道教還有說三魂七魄 這是他們的說法 這個因為動物的話 畢竟他沒有辦法叫他不殺生 因為他把他當作一個食物 所以以普遍原則來講 植物 農耕 收入 吃 還有在用方面 那 動物的話 是因為他不能站在不殺生的立場說 你們只能養不能殺生 那他們沒得吃啊 你沒教他 他自然都會殺人 因為他們去打獵啊 所以 你東西交給他 他們就知道 怎麼處理 所以他沒有宗教信仰 他也不知道愛惜生命 那生命有層次的 人是萬物的之靈嘛 所以人是最尊貴的 那其他的動物呢 他就是在智商上 還有在動物的位階上 我們講三惡道 畜生二鬼 地獄 所以他屬於三惡道 三善道是天人阿修獨 所以 在沒有 佛教的宗教信仰 他們是把他當作食物 所以 他沒有宗教信仰 他就把他當作食物 把他當作禮物 吞到肚子裡面去了 把他吃下去了 所以 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是 摘野食 野果 平常 海龍跟對 還沒去 那他們就打獵為生 他們都知道怎麼吃 那而且你像這些未開化的國家民主 他們也是知道打獵 然後知道有火 才知道煮來吃 我以前也是知道打獵 然後就這樣處理 那他們有一次就是碰到聲音大火 然後有些家序 或是這些動物來不及逃跑 被燒焦了 燒烤了 結果還傳出味道 他們就聞這個味道還不錯聞 那這個東西應該也不錯吃 所以他們也知道熟食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人類進化的過程 這不用教 他們就知道把它處理掉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這個都是假設性的問題嗎 你碰到記者碰到人家反問 他說假設性的問題 我們不以回答 但是也有可能嘛 所以我們有可能 也就可能方面 我剛剛跟你講 他自己本身就會了 其實就不用教 那你說龍根隊的去 因為他們是站在要幫助他們 如何有更多的食物 更多的東西 所以也沒有辦法規定說 你是佛教徒 你就不能教 沒辦法 必然 你說去菜市場 有蔬菜 有動物 那你就叫他們不能動 那也不可能 那也說放生 你怎麼放 你把國家所有財產去放 也不夠放 因為那個金額太多了 因為一般的人 就把它當作食物啊 你們要放你們自己去放 你們不吃是你們不吃 所以對他們來講 你們這個是小眾 普羅大眾都需要吃多要 那你不能勉強我們 這違法人權啊 對不對 所以佛陀沒有叫我們要吃素啊 他是嚴門脫波 脫波了 然後你得到這些食物 吃飽了是休息 所以你不是去餐廳點餐 我要A餐 我要B餐 你就 你要給什麼 就吃什麼 那就是食物 那你吃了之後是要修行 所以他們不會去care說 你吃的是兩隻腳 四隻腳沒有腳 所以我們不能用佛教立場 去要求國家的政策 還有非佛教徒他們的飲食 那早期非佛教徒吃素的也很多嘛 他就說 對於生命的尊重 還有對於大自然的 有他的說辭 他不一定是佛教徒也是很多 所以我們站在眾生平等的立場 那 他不幸投胎為畜生 他的業力因緣 那你透過學活之後 你覺得不需要 或是我們不忍心 那我們在佛教徒的方面 我們自己做煞車 那其他的那就很難 很難了 所以呢 投胎呢 是從醫師投胎 所以就苦的開始 民生 就是胚胎 六路 就是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醋 就是出生出來的接觸 苦受 樂受 不苦不樂 這樣子的環境 所以我們講苦疾滅到 苦 就醋 世 民社 六路 醋壽 還有呢 老死 所以生老病死 我們講 一般來講講八苦 生老病死 就世苦了 求不得 願真會 愛別離 無因至勝 無因至勝 就是身心不調和 所以呢 人要投胎 天啊 就是最後一個人往生之後 然後他的靈魂 他的巴士 最後離開 先 身體僵硬 眼睛看不清楚 耳朵聽不見 然後這個腦死 所以通常醫生在宣布 這個瞳孔放大 脈搏聽 脈搏 差不多就可以 滑死 所以 後續的問題 他就通知 家人 看你們 要把管 還是要送回家 現在都比較人性化了 那現在醫院 也有給你一個地方 你可以念佛 八個小時或什麼 以前都沒有 馬上都送到冰櫃 冰起來了 所以現在的 比較注重這個孫女 那這個 往生呢 有他的過程 那眾生呢 會 產生執著 就是說 為什麼是我該死 為什麼是我要走 那如果他久病很久了 他都趕快走好 趕快走好 那 在佛門當中 因為他透過修行 欲知識智 什麼時候要走 先交代 那通常一般的沒學佛 或是沒有 對生死沒有正知正確 不願走 不心不甘 情不願 甚至死不瞑目 所以家人 要給他做一些開導 有來就必有去 所以 往生這個用詞 對眾生 有另外一個意涵 不是說死了什麼都沒有 不是死了就 一了百了 這個前不久不是一個男生 就一個 掉在水裡面的小女生 他自己就被水淹死了 他的女朋友就太悲痛 也自殺 燒彈死了 其實 一個人往生了 各有業力 不一定會在一起 可能會在一起 是他自己想像 那是不是可能 要他們自己回來講 因為夫妻本事同齡了 接著呢 大獻來使各自飛 都不知道去哪裡了 你要去哪裡追 所以我們人 一般來講 七七四十九天 往生之後 七七四十九天 叫中陰生 中間的中陰陽的陰 或是中有生 就是不是人 也不是鬼 不是人死了就變鬼 那太恐怖了 那叫中陰生 七七四十九天正常的 如果是大善 他馬上到天上去下風 馬上是大二 就到三二道去受報 所以逢七要做七指教 因為他七天之後 他的八四才會醒來 才知道自己死了 那一個人通常 往生的當下 他不認為他已經死了 他會神事 就是第八一事 離開身體 有人久病了 就離開身體 然後沿路跟醫生打招呼 跟護士打招呼 醫生也不理他 那個護士也不理他 奇怪 今天的醫生 還有這個護士 怎麼這麼口頭 我跟他們打招呼都不理我 那親戚朋友跟他 沒有人理他 他們今天是吃錯藥 還怎樣 然後經過七天 他的八四醒來 才知道走了 不然 人一往生 通常會掙脫 比如說被車子壓死 掉到山裡 然後他都掙脫 然後他的靈魂 就掙脫了他的屈殼出來 他以為他活了 他以為他 離開那個難關了 所以他會去他 最熟悉的地方 去找他最熟的人 所以 就幫他練佛吧 幫他回向 幫他做功德 所以他回到家裡 奇怪 如果他的大體被搬回去 現在也不說屍體 現在說大體 那個怎麼好像我 而且他們又在哭 然後弄個相片 那個相片好像是我 一般如果久病 他們會先找一張 比較好看的相片 如果沒有 通常都差不多有 生活照找一張 如果那張相片不滿意 他會跟 那個張很醜 你要找一張我去相親的那一張 結果沒有人理他 他會有很多意見 很多OS 到了七天 通常 頭七會回來 不是有的就會灑一些什麼灰啊 還有腳印啊什麼的 那人啊 月年輕往生的話 他能量具足 所以他回來的時候 也許家人會看到 如果那個老了病了 他的本身的身體能量的那個 已經都 人家說會悔悲了 就沒了 所以幾乎看不到 所以如果是大人 他 常態上 雖然是 很年輕 很壯的 通常會比原來的身高 還要縮小版 通常都是變成 六七歲的小孩子這樣 如果 你看到的是 他原來的身高 型態 大概就 剛往生 過幾天就慢慢說 到後來就看不到 所以 通稱那個叫做無形 這樣子 那大部分人看不到 那有的人就說 哎呀他怎麼不來給我做夢夢到 因為那個 也許 因緣 還有他的質量 沒辦法跟你顯現 或是他有被冤殺 或是他有什麼 秘密啊 然後你沒講啊 他沒講啊 你不知道他趕快跟你託夢 這樣子 我記得我高中畢業 我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他同學 他是我們畢業 高中畢業三天之後 他被水淹死 他就有來託夢 但是他沒講事啊 他沒講他有什麼事啊 他只是哭啊 哎呦十八歲的姑娘 他十八我也十八啊 要哭就來哭啊 我也來哭啊 很要好的朋友就哭 第一天哭 第二天哭 一直哭 後來我就跟一個同學的媽媽講 因為他沒有學 他每天來 我都每天哭 他也每天哭 他說 那你他再來的時候 你問他有什麼事啊 有什麼心事未了 你幫他做 我說好啦 那那天我都還記得 那天他來了照哭 後來我就問他 你有什麼心事未了 就不見了 後來就不見了 就沒有來了 但是我還是有幫他做 我幫他印金啊 我高一就學佛嘛 高中畢業了 早點零用錢 大概四百塊啊多少 就幫他印金 所以也蠻好玩的 他他往生了 我有去看 他是看到親人 會七孔流血 他沒有他只有流鼻血 因為我們是要好同學 我第一次看到死人 通通是白的 人這個嘴唇是白的 死人原來是長這樣 不好看嘛 對不對 所以罵了死相 所以這個八四呢 就剛離開身體的時候 有人他因為認知上 沒有政治證據 所以你要跟他放佛號 跟他開導 要放下 甚至有那個死不瞑目的 然後親人跟他講講講 把他眼皮抹一下 通常沒有很嚴重的 他就跟著下來 但是有人怎麼抹 他都抹不下來 聽說 所以呢 你就要把他壓一下 把他按下來壓一下 然後他就會停住 不會再眼皮長起來 但是 但是 但是也有壓的時候 他還是 眼皮不蓋起來的 聽說他們就用銅板放上去 這樣子 所以 我們還活著的時候 通常跟老一輩的 你能講的 就先交代 你會寫就寫一寫 不要 不能呼吸 不能說話 再拿兩個銅板 這樣好嗎 那樣好嗎 弄半天 銅板還滾得好遠 撿回來 到底是這一面還是那一面 忘記了 不要讓人家這樣不好辦事情 所以 那是 生命的一個過程 不是據點 不是據點 這樣會不會 如果呼吸不來的時候 趕快交代 不要說 哎呦我還有 一塊肥子還沒錶 麻煩 我還有 什麼什麼什麼 天下的事 什麼 天大的事 好 或是 剛剛講天下的什麼事 什麼事 天大的事 都好 都要放下 好 所以才有那什麼 含笑歸息 因為 這個生命的結束 是另外生命的開始 不是說一死百兩 好 所以 這個十二因緣講到這個苦 是因為 在這個獲葉苦當中 講這個三死因果 是有他的一個展現 那我們說八苦 生老病死 生的苦 我們都忘記了嘛 對不對 你被母親的擠壓出來 那個大家都忘記 老 就慢慢大家就知道 哎呀一年一年老了 那病啊 病也知道啊 發燒啦 感冒啦 什麼的 這個 就 都有他的那個 因緣性 好 所以 有一個人說 哎呀不要什麼大病 剛剛光有感冒發燒 我就 就 痛不一生了 哎 所以 要 把身體照顧好 嗯 嗯 對啊 所以 照這樣講 不會有什麼 所有的往事 跟你們這些事情 不行喔 都有啊 怎麼沒有 因為他這個不一定是 如果是上一世的話 當然就是 夜陰夜果結束 但有的事是這一生才發生的呢 就是說他被冤殺 或是他冤死 是這一世發生的 他不一定是上一輩子 冤 被冤殺 或冤死 冤枉的冤 所以這一輩子 所以 就是應該的嘛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嗯 嗯 嗯 對啊 但是有時候是這一世的 第一 開始的因 嗯 那開始的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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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因啊 這一次開始成因啊 欸 對 這一次開始的 這一次開始的 嗯 就跟前面就沒有關係 所以算 算是一個 新的因 對 所以也算是一個 嗯 嗯 啊 其實 可以這樣講 不過 因為因果的事情 是錯綜複雜的計算 欸 他可能是 前面的某一個 一絲絲的 一個線 牽得過來 很難講 對 所以佛門中也不講 第一因啊 嗯 嗯 都是富有因果 只是 比重 欸 比重看 比較大 還是比較輕 所以說 有殺父之仇 所以我要報仇 那是可能 這一世的 互相 對殺 但是這個 對殺當中 是不是這一世 有結下的緣 或是呢 上一世的 大家恩怨情仇 這一次 互相砍殺 這不知道 所以這個是一個 錯綜複雜 所以我們講 慈悲就是說 你必須要放下 這些恩怨情仇 你才有辦法走向修行 不然就在 因果的循環當中 沒完沒了啊 這戲演不完的 對不對 這個就一直在輪迴嘛 輪迴恩怨情仇 那沒辦法解脫 那為什麼要修行 信解行政 我們相信了 我們了解了 我們去修行 我們要憎悟 就是要脫離這些恩怨情仇 所以因果法則是存在 但是我們未必要去輪迴啊 你可以跳離 那就看我們的魄力啊 跟決心啊 所以不再扯那個時候 到底他是欠我的 我欠他的 是因啊 是果 真的修行 就趕快脫離三界的 束縛比較重要 所以那個學佛人的格局是 開闊的 他不會局限在 你跟誰的恩怨情仇 很多啊 你這次來的 冤親債主 比重多少 那這個都很難講 很難算的 沒完沒了 嗯 在佛陀的十大地址當中 目見年 神通第一 他也知道誰殺他 誰砍他 誰害他 那他呢還是走上那個被夜報的那條路 他被亂辦打死 對不對 坦然接受啊 他不會說因為神通 所以我跳過我飛過我鑽地動 他不會去講他就面對嘛 那你就把這個園就花掉了 沒了 花下去點了 所以以前人家喔 撞到我 踩到我 然後呢 都說對不起 我都不看對方 因為你就不會影像說 這個傢伙踩過我 這個傢伙中過我 對不對 沒關係沒關係 沒事沒事 整張腰呼呼 沒事沒事 你就 你就不要在巴士田中 繞下這個語像說 啊 在走路啊 大家就不小心多啦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不小心 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 今天早上講課說 火車上有 火車上有吃汗 那就懶說了 故事就不一定了 對不對 那個那個 有個空姐也碰到一個 碰到一個要 那什麼什麼 那個要錢的 對不對 要錢 然後一直碰觸他 他就不高興去報警 有啊 你看我們這個 火車站喔 什麼人都有 這早上我來了 哇好熱鬧喔 躺的 還有那個一群的 所以學火人都是很灑脫 很自在的 不計較那些恩怨情從的事情 趕快日以得解脫比較重要 看有什麼修行的法門 讓我們脫離三界路 不然十二英元也是一個因果循環 再下去再下去 這樣懂嗎 所以講到四地 這個苦極滅道 到最後還是要道啊 道 修行的道 然後我們這個叫同參道友 一貫道叫道卿 也是一個稱呼 他們有他們的宗教的一個目的性 我們佛教是解脫這個生死輪迴 所以人要往生的時候 他這個外在的眼耳鼻舌身影 慢慢的衰變 不好了 所以看也看不清楚 聽也聽不清楚 我曾經親眼看過一個人要往生啊 他可能有事情還要交代 但是他的舌根已經僵硬了 沒辦法講話 就這樣按 張合張合 有一點氣聲啊 對方聽不清楚啊 什麼 然後他又講 他更聽不清楚 他越喊越大聲 聽了越喊 靠得越盡 因為那個舌根已經沒辦法表達了 所以我剛剛講說 你能寫的就寫下來 人說的就錄下來 交代 那對於晚輩呢 你不要去笑想 長輩有幾棟房子 多少錢 你沒有分到 然後恩怨情仇來相告 有本事靠自己 那做長輩呢 你也不用急著說 這個給誰 這個給誰 你就盡量用 盡量花 花到有剩的 來給你們 國外的沒有再給子孫 國外他因為來自於社會 取之於社會 他用完都捐給慈善單位 他不會給子女 你有本事自己去賺 所以他們到20歲都趕出去 要去自力更生 你是成人 不能在家裡 靠爸靠媽 出去 這樣是一個很健康的 那因為有的都靠 所以他就沒辦法長進 有的是拿著財產就揮霍 很快就沒了 因為不是他賺的 不是他賺的 他不知道辛苦 所以買這個買那個 還有那個國外有樂透 他們就是因為自己種了 所以才比較會亂花 那因為他們沒有給餘產 很少啦 也是有 但不多 這樣對於往生有沒有恐懼 就自然呼吸不來而已 那你的神事就 七七四十九天 之後才隨業力的分配 所以修行很重要 不要在那邊 愛恨情仇牽扯不了 那你在牽扯 再來也是愛恨情仇的事 好 那名色呢 就是 我們剛剛講 人往生了 就是這個神是離開 你要來的時候 跟你這一次有緣的父母 然後你來投胎 名色 名色就胚胎啦 六路就是 顏耳鼻舌生意 然後就生出來了 這個就是提到苦 受 那成長之後 受苦受難 就規定了 這個就開個頭 那我們回到這個講義 大波涅槃經 建設 因為這個 提到這個 世帝的概念 所以我們來到這個 大聖所要提的 這個苦極密道 北梁天族三藏 談無千億 北梁 就是那個朝代 天族就是印度 三藏就是金律論 很熟悉的叫三藏法師 三藏法師不是指那個西游記那一位 只要他通達三藏金律論 就叫三藏法師 譚無千 就是這個翻譯者的名字 那早期呢 這個你的師父姓 天族的族 天族的族 你就跟著族法復 你的師父姓 支配著支 你就變成支籤啊 支什麼的 就是跟著師父出家 就跟著師父的信 這個是 檀花一現的檀 就這樣來的 到後來道生 道安法師呢 他說 這個彌天什麼什麼 四海四道安 他就跟一個道家的呢 互相辯論 他說那個道家說 彌天洗澡池 姓洗啊 啊 澡好像那個澡牆壁那個澡 啊池是牙齒 那因為聲音很近 所以洗澡池啊 洗澡的 職堂 啊他說 明天 這個什麼的 他就說 這個自稱啊 他是四道安 就是佛門的四道安 這樣來的 所以後來出家人 就通通稱師 但是百家姓 剛好有這個師 解釋了師 好 那這個有三個版本 這個大波涅蠻經 有三個版本 悲傳的 藍傳的 就是說 在以整個中國來講 有三個版本 那這個我們取用的 彭無謙的 盛行品第七之二 那就是提到 苦極滅道 那前面有前文 他第七嘛 之二 賦釋 加釋 加釋呢是佛陀的弟子 又有盛行 所謂四聖帝 那四聖帝呢就是苦極滅道 那他這邊的 大波涅蠻經提到的就是 大聖的 這個 四聖帝 那小聖的 四聖帝呢就得自我得解脫教 那麼大聖呢就是 智利利堂 菩薩的精神 菩薩的特質就是這樣 熱心 好 那有同學問 熱心會不會叫 被人家認為是攀緣 熱心呢是結緣 攀緣呢是人家不需要 你去跟人家囉嗦 那才叫攀緣 所以 維摩基金說 要做不請之有 不要等人家開口請我們 你就去幫助他 這個東西掉了你幫他撿起來 不要說欸 某某呢你幫我撿一下 因為他蹲不下去 或是他彎不下去 不請之有就是自動 幫補團啊 搬什麼東西啊 就是還有為大家服務 這不叫攀緣 攀緣是人家根本就不需要 他也撿得起來 那個東西他本來就是不要丟掉的 所以那個叫攀緣 結緣就是人家有需要 沒有開口 你幫他撿了服務 所以有很多人 比如說我們說方便 跟隨便也不一樣 方便就是說 他走路有困難 你扶他 或是你揹他 這是方便 那隨便呢 就是也不關他 不管他是需要揹 還是需要扶都不管 我反正把他抓上去就好 那這個就是沒有觀察 那就是隨便 所以佛門中有一些術語 就必須大家呢 不要被某一個自圍 然後做了一個混亂 所以方便 要小心 就是 這個 他吃一塊東西 太大了 所以他切顆切顆 讓他方便吃 老人家牙口不好 你切切讓他方便吃 那你比如說塞進去啊 人家都這樣吃 你這樣吃 那把他噎死了怎麼辦 所以 我們都要去 為眾生設想 怎樣能夠幫助眾生 這就是方便 也就是全巧 方便 然後呢成就眾生 那這個講義呢 那這個講義呢 苦即滅到世生地 加設苦者逼迫下 逼迫 這有壓力 要繳會錢 要繳貸款 這個都有壓力 還有經濟的壓力 種種體力的壓力 所以我們才說 是需要 還是想要 對不對 你如果不需要 什麼都要 當然在金錢上的壓力就很大 那體力的壓力 就每一堂上課 來休息緊紋症 一個轉環 這個就是 讓自己 身心 做一個轉折 打坐 剛剛講 起個洞 面頭 要下坐 這樣子 那 你一直在 自以為是的觀念 一直這樣的 做下去 連續性 沒有讓他休息 沒有讓他轉折 就會產生逼迫 極就是集合 這個能量的加持 他會生長 夾夾夾夾 滅呢 就極滅 就是說 這個苦極滅到呢 這樣的一個次第的解釋說 我們知道苦 三苦 八苦 八萬四千苦 那 這個苦呢 就是這些 不理想的事情的 互相增長 那如何去消滅它呢 就是要用 到 所以叫苦極滅到 所以第二行說到 大聖相 就是 大步車子 把一些煩惱 一次就把他載走了 那 複製三男子 苦則現象 急則轉向 怎樣轉 就轉世成治 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 五世啊 六世啊 七世啊 八世啊 轉世成治 還有智慧 不要一直隨著業力去翻轉 所以這個修行才有意義 那你 只停留在聽聞 沒有行 沒有修 那就很難到達解脫的目的 所以我們說 學活是信解行政 你相信了 大家來上課是解 但還要落實於修行 你才有辦法怎樣 成佛 才有辦法解脫神使 所以你不是從一樓二樓三樓 上到十二樓 通通在上課 了解很多 這本我也聽過 那本我也聽過 但都沒有修 所以就只停留在聽聞而已 那怎樣去行 怎樣去滅 這種操作就不會 只會口頭纏 口頭縮的 應該這樣應該那樣 好 道者呢 第三行 道者就是 能除命 富翅三男子 苦者有三相 苦苦相 行相 壞苦相 現在是苦有哪些 苦就有苦樣子 苦的人很難 叫他笑出來吧 他就很苦 可能是病苦 可能正在窮苦 跟正在跑路的苦 對不對 行苦呢 是正在進行 那個苦的一展現 那壞苦呢 就是 必須在那個苦的當中 也快要結束了 可是呢 苦的開始 苦的結束 苦的過程 都是很不舒服的 感冒也是 他只會就是說 在感冒的當中 這樣的整個現象 有比較舒服一點 但是你不感冒 不是更舒服嗎 所以 所以修行要帶三分病 那是對那種 重慾的人 那些不知好歹的人 跟他一個警惕 你如果都沒病 不是正好修行 對不對 所以感冒 開始是流鼻涕 欸 發燒 咳嗽 筋骨 痠痛 然後流那個很濃的鼻涕 鼻涕流不出來了 變在那邊要去抽 或是要水蒸去把它蒸 火龍發炎 要吃消炎 等等等等 折了半天 那快要好了 呼吸也比較可以舒暢了 東西也可以吃 所以通常 一個人大病出癒 他第一句話說 我肚子好餓喔 那就比較轉好的地方去 如果他生病 腸胃火氣 常常就是食欲不振 極有二十五有 這個二十五有 剛剛有找出來 就是講因果當中 有一些因果的聯繫性 就是有產生 所以苦 剛剛講苦有三項 極有二十五有 媚也二十五有 道者修戒定規 那這個二十五有 就下次再跟大家做解釋 富士善男子 有漏法則有惡種 有漏法 漏就是煩惱 有漏就是有煩惱 一般你沒有修 你就是有漏 你的福報 你的智慧都漏光光的 所以有人說 為什麼不讓我升官 不讓我發財 不讓我抽中車子 不讓憑什麼給你 你有沒有種下福報的因緣 沒有 我怎麼會要給你 那只是貪 那只是吃人說夢話 一定要有這個因 你才能夠得到那個果 有種下福報的因 你才有福報的果 那沒有怎麼可能會 那只是貪念 有漏法有兩種 有因有果 那麼因就是原因 果就是結果 中間還有一個什麼 圓 種子種下去了 有圓就是要有陽光 要有空氣 要有水 它才能夠結為果 你沒有空氣陽光水 這個種子就枯死了 或是被水淹死了 沒有緣 所以有人學佛之後說 我們以前不知道因果 唯非坐臺亂說一通 現在知道因果 怎麼辦 我們都種下 下死人的惡因 沒關係 沒有緣 它就結不了惡果 所以 不要自己嚇自己 因到果 沒有緣 所以你現在種的是善因 你趕快讓善果結成 以前種的是惡因 你讓他沒有緣 去成為惡果 所以 還是有救 那剛剛講到這個木居年 他就是知道了 修到那邊 他面對 所以 就好像小朋友 你跟大人 這個就是業力因緣 這是你的修辭 那你這個業力一來 小朋友一推就大人 好 業力因緣是大人 你 透過 學佛了 也變成大人 對不對 不是一個學佛 初學了 來做過 文師修 信解行聖 你也是大人 而且是 shipper 那時候大人 拿了 一推 推不到 反正說 你這幫我摳養 幫我養低 因為你的承受度就大了 就是 木居年尊者 他面對業力的時候 他就坦然面對 他不會躲避 他不會跳開 所以真正學佛修行的人 他對於 承受了這些生命的歷程 他都是坦然的 就剛剛講 就好像茶葉碰到熱水 一次一次的 然後放開 開放他生命的方向 而不是說 那個開水我不要 就是說 那種生命的 理念我不要 生命的挫折 我不要 你通通不要 你只能當茶葉 你永遠沒有辦法 這個 放出茶葉的香味 暫緩生命的power 所以 結果要怎樣 都是要自己承擔跟面對 那當然 有人聽到說 天 天人 福報很大 壽命很長 所以他們福報很大 壽命很長 他們就以為他們是永生 所以他們可以 一直這樣生下去 一直這樣活著 那福報受盡了 他們也是會往下面掉 因為天人阿修羅 畜生二鬼地 六道輪迴 舊式輪迴 你要透過修行 出離三界 那才有來到 身為元節菩薩佛 這樣才叫解脫 那當然 淨土的說 帶葉往生 那可以 但是你要有帶到葉 善葉 不是帶惡葉 那就二葉還要受暴 還拖累 所以要把話聽清楚 那 倒數第三個 護次有漏法有兩種 有因有果 無漏法就是沒有煩惱了 有兩種 有因有果 有漏 有漏果則是明苦 有漏因則為極 無漏果即滅 無漏因名為道 所以你要選擇前面那兩個 還是後面這兩個 對嗎 答案很清楚 大家智商很好 智慧也很高 所以知道是知道 也要做到 沒有做到 就先拿到地圖 往哪邊走 所以學佛聽課是這樣 先拿到地圖 往北就往北 往南就往南 你要旁門走到超小近 要冒那個風險 自己要去面對 這個是這一段的一個 簡單的開場 好 那這個是苦 苦即滅到的一個簡介 好 那剛剛講到這個 這個四帝這個十二陰言 好 我們說 過去的陰 就無名言行 好 現在的果 是 四 明色六路促送 那麼現在的陰是愛 取有 有沒有看到 好 第八第九 這個四帝的這個這一張 好 第八第九 第十 愛取有 是現在的陰 然後呢 成為未來的果 生老死 所以剛剛同學講這個陰果 是有這樣的一個連續性的 所以 細不是到底結束 富為因果 但是 比重 比重看是哪邊比較多 那我們 回到十二陰言這個表呢 再跟大家做一個比較細部的說明 好 無名 好 就是貪嗔吃這些煩惱 所以 你能夠了解 源頭是在哪裡 無名 名就是智慧 眾生就是因為無名 所以 產生了 堪稱吃等煩惱 好 那 透過 學佛 透過修行 就要 去除這個 無名殼 椰子那個殼很硬 那你說橘子的皮還好 一剝就開了 柚子的皮一切就開了 那他因為 層層叉叉 五十億以來 這些皮上加組織加硬化 變成 無名殼 所以你要匯多少功夫去把它 破殼 行呢 就是造作租月 行就是業力 身口意的業力的展現 是呢 就是 是 夜市投胎 所以 我們是有個開場 就讓他知道這些的排列是怎樣 好 那名色 就是佩台體 附金摩邪 來 好 那這個是玉界眾生 需要 附金摩邪 藍婚女嫁 你到了天界 沒有藍女相 啊 是玉界的眾生 還有某一些靠近我們的那個天界 那個很近很近的一兩個天 其他的再上去都是擔心的 所以有的經典說轉女成男 是因為我們玉界的眾生很難想像 單性的世界 所以 啊 男眾比較親近啊 比較沒有業障啊 比較沒有那個囉嗦的事情 所以 轉女成男 啊 其實 到了 天界 沒有男女相 所以也沒有男婚女嫁這件事 所以男婚女嫁 傳宗接代 這就是玉界眾生的概念 所以為什麼有的宗教不結婚就是親近 啊 當然要做到啦 你做不到就不要勉強 有人說 那我沒辦法做到 那就不要嘛 就不要 這好像你是上班到工作 這個工作不適合你就不要 所以 這沒什麼 什麼對啊 錯啊 什麼因果啊 當然是不要 這個 結那些眼更好啊 好 錯 就是出胎以後 跟外境的接觸 好 好 然後受 外境接觸所產生的 苦樂 感受 好 所以 眾生都會追追樂 快樂的事情 然後又因為這個樂的當中 必須有欲望 來勾引 好 所以菩薩對眾生 先以力勾牽 然後入佛誌 你喜歡吃 你喜歡吃 那你知道吃 你喜歡什麼 然後呢 這曾經有一個學佛人 人家請他去聽課啦 修行 他都不要 不要 你就很好相處啊 言通達明禮啊 怎麼叫聽課 你都不去 哎呀 我就喜歡釣魚嘛 那你們佛教說不要殺身 我就是偏喜歡釣魚 但你釣那個釣那個 好不好我幫你問啊 不是問我啊 其中有一個道場 師父師父 他很喜歡釣魚 能不能來聽課 師父說可以啊 我這樣子啊 他就去聽課 就講到不能殺身 所以他就從此改掉釣魚的習性 所以呢一開始說 有釣魚不能來聽課 他就沒機會接觸佛法 接觸這種 智慧的知學 所以他永遠就被關在佛名之外 誰以利勾籤 你要釣你就去釣 但是呢 釣的結果必須講給你聽 所以他就後來 從此再也不敢釣魚 所以也是這樣 善巧方便 所以很多人在做了什麼事 不要一下子說你們這樣是造業 你們這樣會下地獄 你們真是業障深重 跟你罵他就反擊 反彈 就反抗 什麼佛教 所以這邊路口有一個女人 一天到晚站在門口 那個山腳的地方 一直罵那個大龍 我們宗教家經過也一直罵 哎呀乾脆就繞路 省得她造口業 怕她嗎?不是啊 怕她造口業 她已經無因無果無事無非 她已經這樣子嘛 所以就亂嘛 這個就真的是造口業 好 那麼現在的因 是因為愛其有 我們說欲望 欲見的眾生有 財社民實稅 財 賺錢是必要啦 養家活動是必要 但是貪或是用不法的手段 那就不行 所以你該屬於你的育潤 該屬於你的收入 那是對的 但是做不法的買賣 勾當 什麼 以粗換 換細 以長 以短換長 就是水燦獎的 齒杯三面水燦 就是那種不合法的手段 不合英國的手段 那就不行 這個 愛 然後取 因為你愛這個財社民實稅 所以呢 就用不好的手段去取 然後占有 那因為你也占有 所以就招來怎樣 不好的果報 這個都是很必然的 然後呢 就面對 一期生命的結束 然後又因為這一期生命的業力因緣 加上之前的業力因緣 又變成下一代式的生命因緣的 這樣的結合 好 清楚了吧 所以佛教不是恐嚇的宗教 不是一天到晚說你們業障深重 業障深重你沒有就很親近啊 以前做過就以前做過 我們當下就開始親近啊 開始來修啊 不是一直停留在懺悔 剛剛講懺悔業障 那檢討反省之後還是要做對的事情 而不是在一直懊惱 自責 那都於事無補 有沒有很健康 很陽光 學佛人要樂觀 積極 不要頭低著眼關鼻 鼻關心 等一下踩到什麼東西也不曉得 好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啊 沒問題就下課囉